三羊开泰 祖国早日统一 这个敲的好像有火气哦 好像有意涵 好像有点意有所思 对 意有所思 悉悦外道的敲敲敲 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刚刚在楼下说 我们的师傅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好 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终于 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们是在日月坛吗 还是在哪里 这边很像日月坛吗 对 但是比日月坛大很多 你怎么可以出来了 好感动 你知道你以前不能出来 我们还直播好多次 为了你这个教室 我说韩国人半年前 突然就不见了 他不想说奇怪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他突然离开了 离开台湾了 离开什么离开什么 离开台湾了这样 对 有点 听说你在那边定居啊 算定居吗 发展 我在这里 主之那个反攻大业 哦哦 所以今天在楼外楼 楼外楼 楼外有行业啊 但是你会不会在楼外楼 你就暖风勋得游人醉 所以就只把杭州当变州 所以我今天打算只喝柳橙汁 哈哈哈哈 不然暖风勋得游人醉就那个了 对 为什么我们来大陆 都要变成文周周了 对 我们要发扬文化 所以看一下这个 带大家看一下那个 所谓的 来来来来 这个日月坛 不是日月坛 是西湖的 对 来来来看一下 哎呦哎呦哇 妈妈咪啊 天啊 天啊 这是雷风草吗 对应该是雷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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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晚上快要七点钟 刚好是属于一个太阳快要下山 但是还没有下山的这个时候 对 所以这个不知道韩国人是不是 暖风勋得游人醉了 所以那就偏安了 忘记我们了 不会 已经抛弃我们了 我绝对就是还是 记挂念者 台湾 挂念者台湾 挂念者台湾 对我们很开心今天在这可以看到比中 是 因为其实很感动的原因是我们之前都一起做直播 对 一起拍片嘛 然后那时候还在探讨你被他们无情的迫害 对 然后出不来 对 我们这样两年多了 两年多 两年多 从那时候 从2020 从2020 然后我们当时就在讨论你不能出去 对 然后很严格 你觉得你再了不起去个金门 去个澎湖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哎 怎么会这样 最后时间就这样子 你看 青春岁月 我的青春萧鸟依渠不悔 三年多 对不对 对对 不止四年多 四年多 对 因为你那时候判无罪 可是他们还是 对 对 继续延 对对对 所以我今天在这看到丙中 格外的感动 也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在大陆 对 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好山好水 对 绝对不好无聊 绝对很有趣 哈哈 听丙中讲客啦 好不好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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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山山水水就是客 所以也很高兴看到韩国人在这个杭州 对 最近也发展得不错啊 我看你发了很多视频啊 我们要学习岳飞的精神 对 我们要斩妖厨 但是不能够像岳飞要下场啊 对对对对 我们要扭转 对对 我们要成为比岳飞更好的人 是是更好的结局 我们是成功的 我们一定会胜利 我们当时候打包不平啊 我就这次我也来到大陆 是要完成你的遗志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完成什么 因为你不能来大陆啊 所以我要完成你的遗愿 你还要完成什么交代的工作 现在也很怪 对对对 要小心 你有什么工作 有什么组织的 哎呦 我现在又怕会被抓回去 对对对 没有我真的很开心看到秉中原因 是因为真的经历过这四年 对对 秉中都不能离开台湾啊 基本上他最远只能去金门 然后看着厦门 但是也没办法 对真的可以过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哎呦好辛苦喔 从有疫情 从没疫情到有疫情 哎我真的是度过 因为我大概已经四年多 不能来大陆嘛 对 然后呢前一半的时间呢 是有点羡慕嫉妒恨 就看很多人可以到大陆去啊 什么就会很苦闷 有那种相对剝夺感 对 但是后面半段的时间啊 大概从近两年左右的时间呢 开始觉得好像得到了一点 一点这种安慰 对 反正我出不去 你们也出不去 那为什么因为新冠啦 那时候秉中就有讲 今天啊很开心遇到秉中 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就我们双方都蛮好奇 就是 双方 你四年多没有来到大陆嘛 对你觉得大陆你这次来了 尤其你一下飞机就是北京 我是还没去过北京哦 你到现在都没有去过北京啊 对我还真没去过北京 我是从上海浦东进来的 对我那时候在那隔离还跨年 还跨年哦 还过圣诞节 那你来多久了 半年以上咧 对我还真的没有想要为了秉中的遗孕了 对来了蛮久 没有啦今天想要问秉中 你这四年多 你当时最后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最后来的时候是2018年的春天 哇太久了吧 这四年前 真的是四年前 整整四年 好这个太好我们来来问问看秉中 你觉得大陆整体在这四年 你来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嗯我觉得当然疫情还是 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嘛 对那疫情的改变 我觉得大家对中国模式的自信心 比四年前更强 嗯嗯 因为疫情很明确让大家发现到说 诶原来搞了半天西方人一直讲说 他的制度是最进步的 对最照顾人权的 最所谓民主自由的 就搞了半天原来你们是根本 不能保障一般人的健康 你比如说在美国在欧美 我们现在看到疫情严重到最后 基本上就是你有钱有势的人 你就可以相对比较度过 如果你条件比较差的 你刚好不信 好中奖了 那你抵抗力比较差 或者是老人家 你就优先要被牺牲 对这个是在 这个我觉得四年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尤其后面这两年疫情爆发 对我感觉到大陆普遍的人 对于中国模式的自信心 比我四年前来的时候更强 更相信说 我们真的可以走出 我们自己的一条道路来 对而且你好像在大陆打疫苗 对我在大陆打疫苗 打国药科技 打国药 其实你这样选择是对的 因为像我们说西方的疫苗 我后来才慢慢去了解 原来它是有可能会改变基因 是是是是 我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没有打 因为在台湾我们可以打得到的 要嘛是台湾号称台产的 这个叫做所谓的高端 对不对 高端人是才能打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防御力 好厉害喔 就是要上云端打高端嘛 那要不然你能够打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刚刚讲的 叫做蛋白质重组 基因重组 那我们看到洋人欧美的疫苗里 什么AZ也好啦 莫德纳啦 还有一般大家认为说 可能好一点的BNT 它都还是蛋白质重组疫苗 就改变基因 那所以我对这个我是有一定的质疑的 我觉得改变基因 不是我们传统 从小打的疫苗 都是灭活技术 对 所以我一直就是希望能够打到 灭活技术 对中国人研发的灭活技术的疫苗 但是一直来不了大陆 所以我就最后就是选择 都没有打 你在台湾都没有打 我在台湾完全没有打任何一剂疫苗 然后我好险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是 相对可以不出门 对 我们自媒体嘛 自媒体我相对可以说 透过录影啊直播 我不见得要每天上下班要去挤公车 但是很多人没办法 或者是他的工作规定 他一定得打 所以很多台湾人等于被迫 他就要去打 他可能自己都觉得有点怪 因为我有个中医师的朋友跟我讲说 你想想看嘛 这个疫苗会打死人的 怎么会是正常的疫苗 就是副作用再怎么样 会死人就不通嘛 可是确实台湾就出现这个案例啊 是有打这些欧美的疫苗 就是我死人的案例啊 2022年今年吧 今年六月中来 刚好就是台湾疫情最高峰 我那时候还想说 我都好害怕 我来大陆的心情改变是这样 从一开始呢 五月的时候知道可以来了 解除限制出境 开始呢产生的一种心情 五月 五月上旬解除限制出境 对 然后一开始的心情是有点静香情趣 对 就是我有点感觉到说 人家以前讲说老兵回大陆 会很紧张 真的开放了 你又有点不敢来 我当时确实有点觉得说 已经太久没有来大陆了 对 然后已经有点习惯了说 我们在台湾就这样子 每天过着防疫的生活 对 我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在家里 所以当时一开始有点 有点那种人家讲的胆怯的心理 对 紧张 然后再来呢就开始害怕来不了 哦 因为周遭突然开始一堆人都阳性 对 刚好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 台湾开始一堆人阳性嘛 对 我没有想到说啊 早知道我当时五月一直要可以走 对 我要赶快走 对 就我拖了一个月想说 这一次到大陆可能呢 要待比较久的时间 对 因为一趟来很不容易嘛 对 所以我想说多整理再过来 其实我没有想到后来 我是天天不敢出门 每天都害怕 一染疫就完蛋了 染疫就来不了了 你知道吗 对 然后后来又开始规定说 如果你没有快篩阳性 不可以做PCR 就你自己想要做核酸 还不可以哦 说很荒谬 对不可以哦 台湾规定是你没有快篩阳性 你就不可以做核酸 然后那时候还鼓励大家 不要能不做就不要做 你没有怎么样就不要做 跟大陆是完全相反 大陆是鼓励你做 强制你做 然后我免费让你做 对 台湾不是 台湾是你有钱都不给你做 怎么这么反制啊 然后现在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当时我们说 他是政客的这个指挥中心的 那个指挥官 石台 石台兄 现在还有脸去选市长 这也是个很奇葩的 台湾的民主政治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竟然他现在变台北市长候选人 而且大家好像也觉得 台湾的氛围好像也就这样子 好像没有觉得很严重 日本交流协会 在台的那个协会当时 有办一个安倍的追思 对 谁有去 陈石台 他们那时候抢的要去比赛嘛 比赛谁有去 你知道很多新闻下面留言都说 那请问新冠死掉的人 你这不去鞠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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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他 我应该先把这个 八千多个人先跑完 你不要讲 台湾死了八千多人 有这样办齐吗 什么这个领导级的团队 要帮陈石台 我真的拿这个呕吐袋 现在还这样在写啊 我已经太久离开台湾 我都没有看那些 那些造成政治的东西了 你不觉得你一回来 大陆就安静很多 对对对对 我就突然发现说 原来我的人生有这么多 宝贵的光阴 我跟我的好兄弟 韩国人聊天 都不用每天追逐说 范云做谁的助选人 那让我觉得人生有意义 我怎么要理说 谁帮谁选 而且你今天也来到西湖 也来到林影寺嘛 对对对 你看着这个历史的这些建筑 然后沉淀心理 没错没错没错 你看大陆真的会让我们 那么吸引大家原因 是因为我真的 我走到哪里 就是一个历史 整个打开 像我们在天津也是 我们在天津走过 当年溥仪所住过的靖园 看到这个利顺德大饭店 当年孙中山先生 袁世凯先生 张学良 赵四小姐 全部都是清末名书 想当当的人物 他们走过哪些地方 那你就去思考说 当年这些人 他们到这个天津 准备进北京 对对对 那他们在谈的是南北义和 有没有可能透过和平 谈判的方法 让这个中国统一 但是最后仍然失败 所以有了北伐 这些历史 都是离我们才大概 百年左右的时间 对都是近代史 对对对 那我们走走这个过程 比如说你就会突然就会觉得说 台湾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它其实非常的渺小 很欢迎你回到家 对真的 怎么变主人了 有没有 明明是 明明是你一九九几年 就来过大陆了 我都还没有来过 我都还没有那么早来过 所以各位就是真的 我们有时候很感叹一件事情 就是真的台湾现在看不到真相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由我啊 秉宗啊 或者更多的台湾年轻人 希望就是能成为两岸的桥梁 是 告诉大家就是两岸 到底现在状况怎么样 希望大家不要再看特定的媒体啊 他们基本上都是有目的有策略的 是 对不对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秉宗 好啦如果喜欢今天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 好 谢谢 谢谢跟韩国人在西湖的这个重逢 樓外樓 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 韩国人的这个粉丝观众 还有我们王病中频道的粉丝朋友们 感谢你们 对 如果任何想法 按赞下方留言 我是大家按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